啊 好 欢迎大家收看有DT大数据曼工厂推出的 Spark 原码版本定制的第44课 这一课我们算是额外增加的一个内容 就是 跟大家再次的 跟Spark Streaming的角度再次看一下 是不是还没合 好 我把这个背景音乐提一下 啊 我不知道就是 大家对Spark 现在是一顿什么样的感受 就从整个 我们学习的过程 或者说你写代码的过程中 我相信你的 你对他的感受 你的心理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而正如我们前面一再说的 就是 Spark上的所有的指框架 都是后来加上去的 也就是说 包括我们Spark Streaming 机器学习等等 这些东西 都是在Spark Core之上完成的 那 因为它是在Spark Core之上完成的 所以 所有框架的 一切的 实现 最终 都还是 用Spark Core来做的 当然 这看上去像是说了一句 美论的话 但是实际上我们 思考一下 这个还是很有论的 例如说你研究机器学习 或者说研究流出力的时候 你研究的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 这个机器学习或者流出力的代码 到底怎么被翻译成为了 Spark Core 一定是这样 那 只不过是我们说 像流出力 或者机器学习 或者图计算 我个人认为你完全现在有能力 自己去研究机器学习或者图计算 那些类的 只不过是这些不同的框架 它有自己的领域的知识 加上优化的方式而已 此字上讲 它们并没有说太多的区别 那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抛开任何具体的东西 我们现在考虑一下 Spark Core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OK 那如果说 当我们问大家 Spark Core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大家首先想到什么呢 这业绩有一句 传统意义上很经典的话 就是程序 就是数据加上代码 对吧 程序就是数据加上代码 如果你思考Spark Core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嗯 我们这边分享一下桌面吧 OK 那你首先想到的就是 Spark Core 它有什么数据结构构构 它有什么数据结构构 对吧 Spark Core的数据结构 有三种 那第一种就是RDD 第二种就是BirdCast 第三种就是Accumulator 这是三种数据结构 嗯 可能最重要和最核心的 是RDD RDD 你就可以简单的认为 它是一个数组 只不过是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数组 OK 它自己 说自己是弹性的分布式的数据集 那我们原先接触的这些 数据结构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一台机器上 例如我刚才说的Array 或者是List 或者是Hashset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谈的时候都是在一台机器上 而Spark的内核提供了 最基础 最核心 最重要的数据结构就是RDD 这个RDD上的数据是平铺在分布式的机器 那我们看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平铺在分布式的机器上 和它在一台机器上 到底有没有说 区 具体的区别 实际上我们想想 我们的数据平铺在不同的机器上 是不是数据的不同部分位于不同的机器上 而这个不同部分位于不同的机器上 你获得不同部分的数据 是不是也要获得这个所谓的指针或者说地址啊 我们无论说会议编语言还是C语言 还是C++ 还是Java 还是Scala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访问数据 首先要找数据的地址 这个是不是很正常 那时候你要个数据的 你访问个数据的话 要数据的下标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访问RDD的成员 我们说它是分布式的 所以我们需要它具体 需要知道的具体在什么机器上 OK 那它的范围是什么 只不是加上了一个机器的维度而已 这和你直接访问一个数据的 它的下标有没有区别呢 显然是没有区别的对吧 所以我们学习RDD和认识RDD和认识一个数据是没有区别的 因为它都是这个地址的定位而已 只不过是RDD有了自己的一套定位的机制 所以实际上讲 我们不应该认为RDD的学习比一个数据的学习更加复杂 这是我们木染回首我们发现的 那然后就是基于RDD的这个编程和调度了 正如基于一个数据的编程和调度 而数据有自己的方式 例如说你对它元素内容的操作 你怎么去操作 你可以循环辨定它的元素的内容 然后对它进行增加或者减少或者其他的一系列的操作 那我们对RDD也是这样 只不过是 如果仅仅简单的是个数据 我们是在同一个进程中 而对RDD 你说对你们的元素操作 由于你们的元素可能位于不同的机器上 所以 所以 你要到具体的机器上去操作RDD上的数据 对吧 这就构成了所谓的数据 数据不动代码 的一个理念 你说你要去操作这个数据 你说你去Map 一条一条的看这个数据的话 你到这个数据所在的机器 而你清楚的知道数据所在的机器在什么地方 因为RDD会告诉你 所以 所以我们说这个分布式计算 其实和单击计算也没有任何区别 你原先单击计算的时候 你也需要知道数据在哪里吗 你数据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只不过是现在的情况是 你的代码传到那个地方去 而这传到那个地方 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 例如ACTP的方式 或者FTP的方式等等 至于采论什么方式 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你只不过是把你的代码传过去而已 所以我们说这个数据 我们说代码 或者说数据 或者说算法 那由于 由于它是这个 它要跑到其他的机器上 所以这个就有个管理的过程 那我们怎么对它进行管理 这就是我们Driver负责的事情 我们以前看见的 对数据Array的操作 这个不需要什么管理 是因为你没有说到那么多机器上去 在管理的时候 这管理其实主要是管理计算 主要是管理计算 因为它要不同 它要到不同的机器上 而就延伸出来一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到不同的机器上 我怎么确定到具体不同的机器上 这个就是所谓的任务调度了 对吧 这个就是所谓的任务调度了 任务调度吗 到不同的机器上 OK 这个是管理的第一个层面的内容 那第二个层面的内容 由于你是在不同的机器上 计算的时候 它出现了一个自己所谓的 融错的方式 那怎么进行融错 就是出错了 我怎么恢复过来 现在等于这个数据计算出错了 其实如果说你做的业务很复杂的话 你肯定也要融错的方式 比如说你算的过程中 你把这个计算的结果 原先对速度的操作 计算的结果 你可能保存一下 或者缓存在这个 output output battery output stream 里面 等等 那我们现在 至于我们的RDD的这个操作 也会更加慎重的考虑融错 是因为它是分布式的 因为你一旦出错的话 它位于不同的机器上 只要是你要跑到不同的机器上 这件事情 看了代价比在一台机器上更大 所以它更慎重的做融错 而越界融错一个经典的方式 就是做所谓的检查点 也就是说你算一部分 ok 我把这个数据的 或者说做快照的方式 你算一部分 我把这个计算结果做一份备份 那所谓备份 一般就是放在其他机器上 这种方式呢 是业界经典的方式 但是 它比较消耗时间 因为你放在其他机器上 在牵扯到网络通信 等之类的工作 那你恢复的时候 其实也会再次牵扯到网络通信 RDD采论的一种方式 是每一次操作都会产生新的RDD 它记住的是算子之间的依赖关系 而不是从数据的角度考虑轮错 如果是算子之间的依赖关系 考虑轮错的话 其实这个是从原数 就是数据产生的角度 考虑轮错 对吧 这个和 这个做检查点啊 或做快照 有异曲同工指数 因为做检查点或者快照 你也是告诉我曾经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 对吧 而我们现在对这种算子之间的关系 做出记录的话 其实算子产生了数据 对吧 大家想一下 这还是说数据从哪里来 而算子本身只是表达这个数据是怎么产生这件事情 而且RDD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既能够表达算子之间的这种依赖关系 同时RDD也包含了数据在哪里 具体来说从我们人错的角度来看 因为RDD包含了数据在哪里 所以我们表达这种依赖关系的时候 当我们人错的时候 像在这获得数据的时候 它本身包含了数据本身 又包含了对这个数据的计算 所以我们可以部分的恢复数据 而不是说全部的 依旧 无论是数据 还是说计算关系都是在RDD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轻量级的过程 因为你必留词就说数据本身 OK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悍的地方 那至于它自己在计算的时候 比如搞了自己的一对规则 例如说 假设机器之间要传数据的时候 它就搞了个shuffle 就是这个因为是分布式 分布式的时候 它进行计算 计算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说不同的机器之间需要通过数据级别的通信 为什么要考虑这个事情呢 原因非常非常简单 就像对一个数据的计算一样 这个数据的计算 你可能开始是循环每一个数据的item 然后进行计算 但是你最后有可能有一种需要进行全局级别的计算 对吧 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可能要算一下这个数据的各个item出现的次数 这个是不是涉及到整个全局级别的数据的计算 那我们从分布式的角度讲 你也是这样 就是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算各自的数据 这个没关系 但是我们可能算上有必要说 从全局的角度内容进行的group 或者是reduce级别的操作 这是我们要考虑全局级别的 考虑全局级别就是整个分布式的关键 是所在 那这个时候 就像我们对个数据进行整体的操作一样 对全局级别的操作 对rdd全局级别操作 其实是和对个数据全局级别操作 没有任何区别 只不过是 我们的数据由于分布在了不同的机器之上 这个时候 你要对全局级别的操作 加上了ip 端口 和具体数据所在什么地方这件事情 而且 要在机器之间传数据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之处 机器之间传数据 代价比较大 所以 当发生机器之间传数据的时候 Spark就说了一件事情 说我们要把这个计算的结果 先保存在本地磁盘上 免得 我们进行这种全局级别的数据计算的时候 机器之间传递数据 网络出现故障 我重新开始计算代价太大 所以 这个是一个用空间换时间的一种方式 曾经的Spark 有一个阶段 根本就不会把这个数据保存在磁盘上 然后再传网络 它就直接在内存中 后来发现 这个网络传数风险太大 还是在那个 就是大家现在所知的Suffle的时候 把这个结果暂时保存在本地磁盘上 那保存在本地磁盘上 数据放在这里了 就是曾经计算结果的这个成果 放在了本地磁盘上 它会 你放在什么地方 就相当于那一段的计算 OK你已经算过了 你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整个驱顿的调度程序会知道 这跟你操作的数据是一样的 你可能说这一段数据 下一段数据 再下一段数据 而不是说一条一条的数据 假设有一百 一个数据有一百万个Item 前一万 第一个一万个 第二个一万个 第三个一万个 OK 它会作为一个中间的一个步伐 而且它会保存在磁盘上 RDD也是这么去干的 只不过是它有不同的机器 所以Java搞了自己的一套 这种数据到底在哪里 然后方便告诉后面的计算 数据到底在哪里 在下一个阶段的计算的时候 他会问Driver数据在哪里 然后就向Driver去抓这 像Driver告诉了他数据在哪里 然后他就向刚刚上面一个阶段 保存的地方去拿自己想要的数据 拿自己想要的数据 那由于它这个是分布式的 所以它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这跟我们在操作一个数据 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是一样的 只不过你原先你做的数据操作 可能不是那么复杂 你可能简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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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的看一下 每个Item 不是每个 就算每个Item 每个Item有出现多次 这是你以前算的比较简简单的方式 但其实 如果你在一线互联网公司工作过的话 或者说一些国际顶级的公司工作过 你发现数据操作有时可以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你会根据某种规则抓到自己想要的数据 对不对 对数据进行分门别类 其实一个相复的过程就是我们对数据分类的一个过程 对全局数据进行分类 因为任何一台机器材都有可能包含你想要的数据 所以是不是我们依赖前面所有的数据 从前面所有数据中抽取出我们想要的数据 所以它会依赖所有的这个数据来源 就像我们对一个数据 OK我们说想要出某一类型的数据 那可能每一段我们都要对它进行依赖 你这个数据的操作下 它有100万个item的话 那你可能也开 你一般情况下 你肯定会开辟出很多不同的线程 对前一万或者前十万 中间十万后面十万等等这些 进行分别的计算 suffle的过程就是分门别类整理的过程 重新洗牌就是重新整理的过程 那整理抓到我们想要的数据之后 接下来的事情就继续进行计算 而由于进行这种网络的传输 全局级别的计算 每产生一次全局级别的计算 这跟对一个数据的操作也是一样的 它都会有一阶段的调用逻辑 那从我们的这个spark的角度角 它就变成了所谓的stage stage下面有一对的这个任务 所以其实我们看上去 整个rdd就是一个大大的分布式数据 有分布式数据 这个就有对它元素怎么寻求的过程 那计算的过程有时就是自己单纯的计算 有时呢是全局级别的计算 这跟对一个数据的操作没有任何区别 你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这样 OK 那关于忍错我刚才也说了 大家想想想我这样说是不是非常有道理啊 而且我觉得您你应该有一点心旷神移的感觉是吧 好 小小都听懂了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官网 嗯 这边写代码 写代码 写代码至于scholar 还是passion啊等 他说有自己的一套语法规则 其实 嗯 这一套什么语法规则 scholar或者之类的这些语言 其实这个没有太多好说的 你思考的时候就是它怎么去处理数据的 你现在通过我刚才那一段的描述 在看这个所谓的speed 简单的识论啊 通论性啊 运行的什么地方 我觉得你可能 你的身体可能会发生某种化学变化 发现哎 原来spark 这么简单啊 原来spark 这么简单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啊 spark 它是运行在jvm上 jvm原先创建的时候 知不知道有spark这个东西啊 包括现在jvm也不知道有spark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我 我们假装他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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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事实是 jvm 它只有一些基本的数据结构 和基本的一些 这个语法的支持 那 我们的spark 只不过是jvm的基础之上 ok 构造了rdd 这样的数据结构 其实这个 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说 怎么去操作这种类型的数据而已 对吧 你说实际上呢 是不是还要变成整数啊 字符创啊 等等这些基本的对象 啊 从编辑的角度 从编辑的角度 或者运行的角度 他就变成字节 骂了啊 所以 你精通spark 实际上和你精通 jvm平台上的一个hello world 你个人认为有没有区别啊 你现在想一想 你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区别啊 你精通 因为 jvm 我们就说jvm吧 jvm可能说你 你被吓到了 jvm的一个hello world 你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它的数据结构啊 你paintln的时候 你肯定要研究一下那个字符传怎么回事 对吧 你现在你今天spark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研究一下rdd怎么回事啊 那那肯定要研究嘛 然后你要看paintln怎么对这个字符传定操作 你现在就要考虑啊 spark官方说 一堆的算子对rdd怎么操作对吧 至于这个分布式而言只不过分布式 数据分布在不同机上和数据在同一台机上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上公司当年就说我们说网络就是OS 它本身就屏蔽掉了不同机器之间区别 这是jvm的伟大之处啊 我们这个其实根本就没有说分布式不分布式 所谓分布式就是这个东西在这里在那里在这里在那里 就是地址的定位而已啊 就是地址的定位 你觉得有没有分布式这么一说啊 忘掉分布式 忘掉分布式 你接触的是更加本质的东西 那些很多说分布式的书籍啊 反正就给你搞得云里雾里 是因为那些写这书的人自己都云里雾里的 这个事件 以后再也不要有分布式这么一说了 你就想一个宿主 我给这内存空间的地址定位而已 怎么对这套地址定位 它有套自己的管理方式 这是不很正常 很正常吗 OK 业界的一个悲剧在于 那些谈理论级别的人 大多人看不见事实和本质 本来 本来一个东西你一年就可以进层 搞得五六年你还搞得云里雾里的 五六年 你还搞得云里雾里的 可能有很多朋友 听我们的课程跟听其他的这个 spark大数据课程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这背后的密码是什么 背后的密码就是我对它的本质看得很清楚 所以每次我们讲解都是其中的要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个人在这个哲学 宗教 艺术方面 会有一些特别的领悟 很多时候我并没有说 这个从哲学的角度怎么去看 但实质上 已经沦入了其中 所以你可能感觉跟听其他的老师讲课 不太一样 或者是转过来讲 不太恰当的说 你会感觉其他老师讲 spark太土了 你们 有一天 你们一定会发现 你们技术之间的比较 决定你们 我们就不说太多 就说spark这些技术 你走多远 取决于你的人文素养 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发现的 当然你发现这一点 恭喜你啊 你发现不了这一点 表明你还在 还在最原始的纠缠 有一天你一定会发现是这样的 你要怀着一颗艺术家的心态 像欣赏一盆花一样 去欣赏他 思考他 而不要总之想到去论他 就是 你假设有个女朋友 一样 你是用来去爱他的 而不是去论你的女朋友的 你知道 去论你的女朋友和去爱你的女朋友 这完全是两码事 你知道吗 我希望 你对spark 也能够怀着这样 一种心态 你可能有个朋友说 老师我们 我们就 直接一点 我拿spark 就是小潤的 你拿spark 你就是小潤spark 这只是你一厢情愿而已啊 只是你一厢情愿 当你不能跟他形成情感 跟金别的共鸣的时候 你无法挖掘他的最大潜能 我希望有一天你会 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就让我现在看spark的圆码 或者说 我会浏览一下市面上的书籍 我告诉你们额外的信息 市面上所有的spark书籍肯定我都读过 肯定都读过 当然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其实是好的不好的 至于我 人也没什么区别 我读书的时候 我是用身体去读的 我不是用大脑去读的 读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发生一种 生理级别的一种愉悦的一种反应 你的大脑 因为他会有些缓存性 大脑会很快的忘记一些东西的 但是你的身体可以记住 很多东西 他会记住那一刻 你的感受 你要对RDD有感受 你要对机器学习和图记上有感受 OK 好 其实这就是基本跟大家谈的 就是我们这节课我们说 这个spark core的思考 这种思考 其实也是更有力量的 也是更有价值的 嗯 还有一点就是 当然不同的人有有不同的差异啊 嗯 我是建议所有跟我学习的 学习的人 嗯 不要 不要太自私自利啊 哦 这个确实直接是一个人品的问题啊 假设说你想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高手的话 你不要太自私自利啊 就是 没有想到你能付出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不是说对我付出什么 我是指 你用这个技术你要考虑一下 能够为社会就贡献什么 因为你这样去考虑的话 你背后就有一股强大的一种能量在不断的推断你前进 否则的话 你可能看哎 这个东西学过之后哎 就是这样 其实你平时在说 如果你是自私自利的话 你平时在说 你并没有时间去想他 没有时间去想他 他说 这个时候你就损失很大 为什么损失很大呢 因为你的大脑不会自动运行 就是你如果一直对他想念 一直对他怀念的话 你的大脑会不由自主的组合很多信号 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突然你会领悟出一个东西 会突然你想困惑你的一个东西 突然明白了 突然知道答案了 所以 我如果看见 跟我学习的一些孩子 想想这个家伙 怎么有这么多小心思 或者这么这么自私之类的 当然你没有犯 你没有犯什么错 嗯 我我对你表示有些遗憾 真的对你表示有些遗憾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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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转过来想想 我我前面是不是在我的微信上写过一句话 就是 我们要通过这个大数据或者说 Spark 体现了造物主的爱 体现了这个宇宙的光与音 OK 确实是这样 所以有一天你 你真的会明白 确实是这样 像我在做Spark 这条路上 例如说有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之类的 那王嘉宁老师会不会放弃Spark这件事情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尤其在挫折的时候 你的爱会更加的 有另外一种新的领悟 那我的接下来 明年的时候 OK 在美国了 其实明年后年了 在美国那边做很多事情 但 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机遇点 到美国那边去 我去那边的时候 2.x 应该逐渐的走上正轨了 2.x 已经逐渐走上正轨 所以它是一个新的里程 别和新的起点 那我到美国那边 主要就跟大家谈2.x 而那个时候可能业界还没有普及 去运用2.x 所以是一个黄金实践点和进入点 那我去做这个东西 我首先我到美国那边去 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我能为美国业界贡献什么 我就在想我要贡献三千个视频 OK 那你这样做 你的人生就会非常非常的开阔 你要贡献三千个视频 是不是你平时要再想一想 我以什么方式去贡献三千个视频 我想了想 我要画图 画流程图 要用代码实力去说明 而且要恰到好处的去说明 一项技术 你绘制三千张图 你觉得你这项技术是什么样的领悟 转过来 那么多人去学你的东西 你觉得你有多少机会啊 那肯定机会是太多了 而我昨天晚上其实跟主委说了一句关键的话 我说我们就 就要做类似于 类似于这个可汗学院 但是跟可汗学院有一点不同啊 我们做的大数据这个大数据是直接可以转换成社会生产力的 它是直接立即转换成社会生产力 所以 这个就是带有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地方 这就是细节之处啊 可汗学院 它做的那些很多东西 因为它都不是直接可以转换成生产力的 而我们做的这个大数据 假如我录制了三千个这个视频 其实你录制一千个视频 你已经很厉害 或者说很知名很知名了 因为由于在线技术直接可以转换生产力 所以各大公司肯定都去邀请你啊 至少邀请你讲课做执行 或者做一些解决 那天天你就去数美元吧 当然我对数钱存在没兴趣啊 这个就是细节之处 当然这个细节看上去是那么明显 但是一般的人 他感受不到 所以Spark 那种 因为我很多时候用身体去研究Spark 它构造的一种在你生理层面的一种化学幻影 它让你永远是恋恋不忘的 所以我肯定会一直做下去 而接下来的 这些时间肯定都会不断的去跟大家分享Spark和相关的那种 我今天这样你说 你是不是感觉Spark很简单 现在有没有感觉Spark很简单 有没有 很简单是吧 事实上也就是很简单 不过这个简单大家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学习啊 今天才会感觉到很简单 很多人开始学习的时候感觉不简单 是因为他自己认为不简单而已 事实上是否简单是另外一码事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认识嘛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通过 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 再去跟大家思考一下Spark Core 而Spark Streaming 大家都知道 即使在Spark Core之上做了一层薄薄的分装 而我们前面谈数据结构的时候 谈了这个Birdcast 和Acumulator Birdcast 和Acumulator 它本身是一个全局级别的数据结构 就是所有的机器都可以直接去操作的一种数据结构 这个很正常 因为这个RD的分布的各台机器 每台机器有自己的私有的数据的部分 而这个Birdcast 和Acumulator 它在认为全局的 私有的和全局的配合嘛 私有的和全局级别的进行配合 这很正常 就像你自己写一个程序 你可能有自己的私有数据部分 也有全局级别的对吧 你问你写C语还是写加网 都是这种调调对吧 这跟这一台机器呢 写一个local程序没有任何区别啊 而且全局的 它又很有意思啊 这个Birdcast的广播说 全局不可修改的 另外一个Acumulator 说你可以修改 所以 一个是只读的 一个是可写的 对吧 是不是很好理解啊 当然很好理解了 也正是由于它具有这三种类型的数据结构 这三种类型的数据结构 从分布式计算的角度讲 基本上描述了核心的分布式计算的场景 所以它变得气象万千啊 我们原先就看着 OK 它从这个SQL操作 OK 到了这个流出的操作 到了这个图计算操作 到了机器学习操作 一个一个的框架崛起 那我们有理由相信 由于它的这种天然原始本质的抽象 以后可能有几千个指框架在上面 这个世界一定会发起一股热潮 这个热潮就是在 Spark的基础上做指框架 就相当于当年在安卓的基础上 定制各自不同的安卓设备 一定会有这种热潮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业 现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 Spark业界名人的话 给你一条很好的路就是 你表达一个主题 怎么通过Spark 在已有的基础上 做业界领域框架 这一定是很多人很关注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 我这个业 我这个领域有自己的特殊 这种Spark 没这样算法之类 你就给它开辟一条路 这条路就是怎么做你特定 就是Domain Specific Framework DSF OK 而且Spark 乔汉之处 在于每一个框架 都可以用其他框架 所有的这条功能 这个是很可怕很可怕的 做领域框架 这个应该是 你成为一个技术界名人的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客选的方式 其他方式在Spark这边 你还可不可能成为业界名人呢 我这样可以跟你说 2016年结束之前 就2017年1月1号来零之前 如果你没有成为业界一个Spark 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 你在想成为名人的机会 可能性不太大了 除非 除非你在某一个领域做的特别特别深 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这个做领域框架 这个就是另外一套理论体系了 这首先涉及到框架是什么 然后涉及到这个领域框架 或者说一个子框架 怎么在已有的这个Spark的大框架之上 进行恰到好处的设计和实现 这是另外一整套技术了 另外一整套技术 OK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这是今天早上跟大家说的 我希望这个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新的领悟 和新的感受 Spark 2的您现在还没有正式发布 那我原先在做这课程的时候 本来想以这个preview版本 但是想做preview版本变数太多 所以我们还是要等 Spark 2.0正式开始 正式发布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时间去研究它 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给大家首先推荐一本书 首先推荐一本书好不好 叫Spark最佳实践这本书 这是目前Spark最佳实践 这个是彭讯里面的几个人写的一本书 我觉得写的还不错 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应用程序开发者 你想拓展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的话 OK 随身想有一本携带的书 OK 可以去看这本 可以去读这本书好不好 当然它里面讲的所有东西 我们肯定 肯定 基本都讲过 你看这本书 我会很清楚 他说的 就是写这本书的几个人 在Spark方面很有经验 我应该第一次跟大家推荐书的时候 说 写这些Spark书的人很有经验 我是不是第一次推荐书还是第二次推荐书 阿发您至少适合吗 这个版本定制版我第一次推荐书是吧 有名歌那边可以买一下这本书 写的确实不错 确实不错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还是要从整个Spark streaming流处理的角度 就跟大家安排 下一周的课程 那我们想看的一种方式 就是国外是怎么去看这个Spark streaming 因为矿界而发的各方面 其实我们方方面面已经讲到了 如果说 本来是想过滤一下整个Spark streaming的原代码的 但是 我觉得 因为基本的东西大家都理解了嘛 大家可能要再加一点就是自己进行群根究底 群根究底 就是自己多去思考 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时间 会基于国外的一本Spark streaming的书籍 我们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去思考的 当然看这个书籍不是说一个准点 这个准点是透过这种书籍 我们再整理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以及看下别人的视角 别人家的Spark streaming 是这么回事 好不好 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以及 跟大家接下来的 安排 好 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 并 让大家重新受益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9 2 5 3 4 5 5 9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